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四种参考 一 积极乐观 失恋后很多人都会变得消极 无精打采 失去往日的神采和活力 这是可以谅解的 结束一段曾经投入最深的感情 任谁也无法做到 无悲无痛 可是 哭 难过 对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劲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与其在这种情绪中惩罚自己 饱受失去的滋味 不如早日走出失恋的阴影 重拾昔日的自信乐观 这对于你接下来要挽回它是十分重要的一步的 二 平和宽容 失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没有精力 怎么会成长 要学会用平和的心态 看待这一切 耿耿于怀 不愿意放手过去 那么你就只能停留在目前的状况中 还谈和挽回 不要操之过急 生怕它发展新恋情 就算它是有心对象 难道你要去拆散吗 你的破坏 只会增加它俩的亲密度 只会把你自己更快地从它脑海里抹掉 所以 心平气静地过你失恋后的生活 因为挽回 同样需要你沉得住气 坚持有耐性 三 做另一个自己 这段失败的感情 也让你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如果不想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你必须要改变 首先把你身上的问题点都改掉 因为在你挽回的时候 你还是老样子 它第一时间就可以感觉到 它会自动地选择屏蔽你 此外 提升你的衣着品位 不断学习更多的知识 让你们将来有更多的交流话题 学习一些恋爱相处的技巧 提升你的恋爱等级 为以后的和谐相处打好基础 四 享受生活 你还必须要释放自己 享受当下生活 当你学会从一些小事中旬找出乐趣 从一个小角落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你会发觉自己的心境变得更加宽广和轻松 个性变得更加柔韧和坚强 不要再辜负这世间给予你的一切 珍惜当下 及时抓住身边的美好 热爱生活 热爱自己 挽回爱情专家康奈也说过 当我们能享受最平淡的一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在就会随之而改变 别让错误的方法 造成终生的遗憾 愿大家都找到心中的最爱添加 一诺情感哀官方公众号 我来告诉你 怎么挽回爱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